同学们好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 这些内容都属于经典物理学的范畴 从这一节开始我们来讲近代物理基础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9世纪末物理学发展的概况 自从1667年刘顿建立经典力学以后 物理学发生了三次突破 这其中包括这么几部分 第一 经典力学 经典电动力学 已真完善 分子动理论统计力学也已经建立完毕 经典电子理论光的波动学说也已经完成 所以19世纪末物理学 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构架 在这个时候很多物理学家都认为 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建立完毕 剩下来的工作就是要扩大物理学的应用 以及提高测量精度 实际情况是这样子吗 不是的 正是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在研究 微观和高速领域 却发现了一些 经典物理学难以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 黑体辐射 光电效应 原子的 分率光谱 还有一些 电子的高速运动情形 经典物理学都不能够给很好的解决 到了19世纪末 物理学陷入了危机 出现了两朵不大不小的乌云 这两朵乌云 一是紫外灾难 另外一个就是迈克尔逊 莫雷实验的零结果 紫外灾难 我们在讲黑体辐射的时候 会讲到 对紫外灾难的深入的研究 最后导致量子论的建立 对莫尔赫尔逊 莫利时代 零结果的深入探讨 导致了相对论的建立 量子力学和相对论 是近代物理学的两大基础 可以说 物理学大了19世纪末 已经出现了两次革命 第一次就是经典力学建立以后 18世纪中下业 热学和热力学理论的建立 第二次革命是 19世纪中叶 电子学 理论的建立 那么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这世纪之交的时候 也润含着物理学的又一次新的革命 那近代物理学 主要有哪一些内容呢 第一 就是相对论 这也是我们下面要讲的 相对论包括两部分 一是狭义相对论 二是广义相对论 狭义相对论是在两个基本原理基础上建立的 一是狭义相对性原理 二是光速不变原理 它是惯性系之间的时空坐标变化 它给出了一种新的时空观 广义相对论 也是在两个基本原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一是等效原理 二是广义相对性原理 它是考虑了引力 广义相对论 相对论是空间科学 天体物理 宇宙学的基础 相对论是由爱因斯坦等人建起来的 这里主要的贡献是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在1905年 在物理年建上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 第一篇 就是关于光的产生和传播 实际讲的是光电效应 这一篇论文也使爱因斯坦获得了诺尔贝尔奖 第二篇是论动力学理论中的悬浮粒子的运动 它是讲布朗运动的 支持原子论的建立 第三篇就是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 在这里提出了侠义相对论 第二内容就是量子力学 原子的量子理论 它是关于微观系统的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 量子力学 分这么几部分 也就是波动力学 还有寂静力学 其实这两种类学 只是表述不一样 它都给出规律是一样的 量子力学 也分为初等量子力学和高等量子力学 初等量子力学是相对低速情况 高等量子力学是对高速情况 第三光的量子性 量子光学 光的粒子性 第四部分 固体物理 这里也讲固体的能耐理论 固体物理实际上 是在原子和电子的层次上 来研究材料的宏观性质 这么一门科学 材料 包括金属材料 陶瓷材料 高分子材料 符合材料等等 我们上面 给出了 这四个四门学科 其实 近代物理 远不止这四门 还有很多 比如说原子物理 高等电动力学 量子统计等等 在这里头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近代物理学的两纳支柱 是相对论 和量子力学 我们知道 在十九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以前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它的整体体系 基本建立完毕 像原子物理 分子物理 凝聚太物理 等离子物理的研究 它离不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后来 对于激光的研究 超导的研究 核能的利用和释放 半导体的研究 微电子研究 也离不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是近代物理基础 也是高新技术的基础 下面我们就开始 讲第十五章 狭义相对论 我们这里他写了这么很大的一段 下面我们分三小块 来对他建议一下说明 第一 经典力学 也就是牛顿力学 其应用范围 只限于速度比较低的情况 然而 物理学中许多课题都涉及到 运动速度 接近光速 或等于光速的物理过程 关于这些过程 我也给出几个例子 比如 电磁波的传播 大家知道 电磁波的传播速度 在真空传播速度 实际是光速 基本粒子的运动速度 比如说 在粒子加速器里的加速电子 它的速度可以接近光速 比如说 可以加速到 比光速小 几米 每秒的这样一个情况 第三 远离星系的运动 有一些 横行的运动 它们的运动速度 接近光速 处理这些高速情况 处理这些高速情况的过程 经典物理学 就陷入了困境 第二 在研究光 电磁场 和微观粒子 等物理现象时 整个经典物理学的基本观念 受到了挑战 这里 这里我也 给讲几个方面 一 经典物理学的一些观念 是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性 极其分离 就是说 时间和空间 没有任何关系 它们是彼此独立的 分离的 二 运动的确定性描述 我们知道 要想确定一个指点的状态 那应当知道 两个量 一个是它的坐标 一个是它的速度 我们能够确定指点的位置 就确定它的坐标 那是说 它有确定的轨道 这个在经典力学中 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 对于微观粒子运动 这一天经地义的道理 就被 颠破了 第三 只能分离 我们以前 有过两个守恒定律 一个是质量守恒定律 一个是能量守恒定律 我们人认为 质能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但是质量是质量 能量是能量 它们之间 是两个不同的物理量 是分离的 上面这些 物理学概念 对于 相对论和量子来学 力学来说 都是不可取的 第三部分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爱因斯坦 于1905年 提出了 狭义相论论 狭义相论论 是一种 仅使用惯性系 从时间和空间的 基本概念出发 讲力学和电磁学 统一起来的理论 下面看第一节 加力率变换 和经典力学失控观 一 力学的相对性原理 对于描述力学规律来说 所有惯性系 都是等下的 这就是力学的相对性原理 以称 加力率相对性原理 这个原理 是什么意思呢 他讲的是这样一件事 比如说 我们在地面上 做一些实验 然后把这个实验 拿到一个 做 匀速直线运动的 一个参照系上 或者说 你乘喷气式飞机 这个飞机相对地面 是做匀速直线运动的 你在那里 同样做了一些实验 比如说 向上抛一个球 来一个倒立 倒一杯茶 等等等 那么这些实验 和在地面来做 没什么两样 也就是说 你在喷气式飞机上 所做的实验 不能够测出 喷气式飞机的速度 也就是说 喷气式飞机和地面 这两个参照系 在描述力学规理来说 是等价的 关于惯性系 在力学时候 已经讲过 下面呢 我还会做 进一步的解释 第二 加力略变换 与力学的相对性原理 相对应的 有一种变换 叫加力略变换 它是一种线性变换 这种变换 是建立在经典 时空观基础上的 不同参照系之间的 时空变换 关系 下面我们来看 这种变换 这是一个参照系 我们命名为S系 在参照系上 建立一个坐标系 就是OXYV 还有一个参照系 是S1撇系 S1撇系 沿着X轴 相对S系的运动速度 是U X也系 我们也建立一个坐标 O1撇 X1撇 Y1撇 Z1撇 那么这样两个参照系 我们要做一下规定 就是说在T等于T1撇 等于0的时候 O和O1撇 重合 第一点 第二点 X轴和X1撇轴 从合 Y1撇 平行 Z1撇 平行 这里这个红点 表示一个事件 什么叫事件呢 实际上 实际上就是在 某一迅时所发生的一件事 事件是用时空坐标来描述的 那么这一个事件 在S系中 它的时空坐标是 X1撇 Y1撇 Y1撇 V1撇 T1撇 我们现在 要找的 就是 SYZT和 S1撇 Y1撇 Z1撇 T1撇 之间的 变换关系 也就是说 下面要给的加利率变换 这是加利率变换 X1撇 等于X-UT Y1撇 Y1撇 Z1撇 Z T1撇 等于T 这是加利率变换的 逆变换式 由X1撇 Y1撇 Z1撇 T1撇 变换到 XYZT X等于X1撇 加UT Y等于Y1撇 Z等于Z1撇 T等于T1撇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两个 这个变换式 X1撇 X1撇 Y1撇 Y1撇 Z1撇 T撇 之间的 这种变换是线性的 有加利率变换 我们可以得到S系和S1撇系 这两个参照系之间的速度变换关系是 VX1撇 VX1撇 等于VX-U VY1撇 等于VY VZ1撇 等于VZ 这个式导数很容易 就是说 对加利率变换 就一节导数 就可以了 上面 速度的三个以分量形式给出的 最后一个式子是以适量形式给出的 有了速度 我们也可以求出 这两个惯性系之间的加速度的变换式 AX1撇 等于AX AY1撇 等于AY AZ1撇 等于AZ 写成适量式 A1撇 等于A 那么在加利率这种变换情况下 牛顿力学规律 我们具体指 就是牛顿第二定律 它的数学表示形式不变 这个比较容易证明 首先我们知道 在任何一种参照系统来进观察 物体的质量都不变 那也就是说 M等于M1撇 我们又知道 力是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不论在哪一个参照系统来进观察 它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F等于F1撇 那由加率变换 我们又知道 A等于A1撇 这样一来 牛顿第二定律的表述形式 在S系和S1撇 就具有相同的形式 我们把 二定律 对于不同 惯性系的表形式不变 这样一个形式 叫做它的斜变性 前面 我已经谈过 在下面要讲一讲 惯性系的概念 我们知道 参照系分为两类 一类是惯性系 一类是非惯性系 所谓惯性系 就是使牛顿第一定律 成立的参照系 比如说 S系是一个冠性系 那么相对S系 运动的 当然我们说 是匀速之间运动 这个参照系 也是惯性系 道理很简单 S系 物体在S运动速度是V 在S1撇系中的运动速度 是V撇 这两个速度之间 满足V1撇 等于V减去U 如果V是一个横矢量 那么V1撇也是个横矢量 也就是说 物体在S系中 做匀速之间运动 那么它在S1撇系中 仍然做匀速之间运动 牛顿第一定律成立 因此 这两个惯性参照系 都是惯性系 三 经典力学的时空观 一 同时性是绝对的 有两个事件 第一个事件 在S系中的时间 是T 在S1撇系中的时刻 是T1撇 第二个事件 在S系发生的时间 也是T 在S1撇系 所发生的时刻 是T21撇 也就是说 这样两个事件 在S系来看 是同时的 那么有加力量变换 T1撇等于T T2撇等于T 所以T1撇等于T2撇 最后的结论 在S撇系来观察 也是同时的 同时性 同时性 是绝对的 二 时间间隔 是绝对的 还有两个 时空事件 在S系来看 它所发生的时刻 是T1 在S1撇系 所发生的时刻 是T1撇 第二个事件 在S系 所发生的时刻 是T2 在S1撇系 所发生的时刻 是T2撇 有加力量变换 我们知道 ΔT1撇等于 T2撇-T1撇 等于ΔT 等于T2撇-T1 实际间隔 也是绝对的 与观察者的 运动状态 无关 三 两地之间距离 是绝对的 关于距离 或者说 长度 它的测量问题 在这里头 我简单的说一下 也一主 will 希望我们能以注意 吗 这样 你 病 时间 ê 比如说这是一根杆 如果它静止 那么我们怎样来确定它的长度 或者说我们来确定这杆两端的距离呢 我们设这是A端 这是B端 它静止 那我们可以在母一时刻 比如说T一时刻 测一下它的坐标 比如说A端的坐标 在T二时刻 测定一下B端的坐标 那么这杆的长度 或者说AB两点的距离 Δx 就等于 Rx2 减Rx1 但是 如果这个杆 沿着Rx轴运动 那么这种 测量就应当谨慎了 我们在这里大家看到 T1 不一定等于T2 T1等于T2时的时候 我们测量的值 是Δx 那T1不等于T2时 我们测量值 仍然是Δx 因为 这个杆是静止的 如果它运动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 某一时刻 它运动到这里 为了已是7点 我们把两个端点换个这么表示 这是A1 这是B1 如果我们不同时测 比如说 我们先测一下 A点的坐标 然后再测一下 B点坐标 那么最后我们测出的长度 应当是 AB 这一段 如果我们 先测B点坐标 然后再测A点坐标 那我们测的长度是 A1B 很显然 AB1 A1B 都不等于AB 那么 如果一个物体的运动 我们怎样来测它的长度呢 或者说 我们怎样来测 A和B 之间的距离呢 这就要求同时测量 AB 两点的坐标 最后做差 求它的距离 这一点 应当引起同学们的注意 好了 有了前面这一个小知识 那么下面的一个结论 大家就不难理解了 有加热变化 我们 能找到这样一关系是 ΔX一匹 等于 ΔX 减去 U 乘以ΔT 但是我们知道 在S系中 来看 那这个尺 或这个杆 是运动的 我们必须同时测量 因此 ΔT 等于0 这样我们就得到 ΔX一匹 等于ΔX 两地之间的距离 是绝对的 前面三条 前两条讲的是 时间的绝对观念 后一条讲的是 空间的绝对观念 时空和物质运动 是无联系的 时空的量度 与参照系无关 是绝对的 这就是牛顿的 绝对时空观 是加热变换成立的前提 第二 麦克尔逊 莫雷实验 首先说一下 这个实验 要做些什么事情 我们知道 根据 力学的相对性原理 也就是说 加热变相对性原理 在任何一个 惯性系中 你都不可能 测出 这个惯性系的速度 或者说 所有惯性系 对于描述 对于描述 力学规来说 是等价 那么 这样一个原理相 对应的是 加热变换 那由加热变换 我们也会得到 下面一些结论 大家知道 真空中的光速 是三乘以十的八字方米每秒 如果我们按照加热变换 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 比如说 一个观察者 它和光的传播速度 方向运动方向一致 那么 这个观察者 所观察到的光速 就应当小于 三乘以十的八字方 如果一个观察者 和光的传播速度 相对应 就是说 沿着光的传播速度 相反的方向运动 那么这个观察者 所观察到的光速 就应当大于 三乘以十的八字方米每秒 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 不是的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在前面 我们已经讲过 麦克斯韦方程组 由麦克斯韦方程组 我们能得到 电磁波的波动方程 由电磁波的波动方程 我们能得到 电磁波的传播速度 光是电磁波 当然我们也能从理论上 预言 光的传播速度 那如果我们认为 光 在所有参照系中的 它的速度都是 三乘十的八字方米每秒 我们是指的真空 那么这样和加利率变换 就相矛盾了 如果 我们认为 麦克斯 磁波方程组 是在所有观星系都成立的 那当然我们就会得到 在所有观星系中 所观察到的光速 都是相同的 那这就迫使我们要放弃 加利率变换 但是 从物理学发展历史来看 牛顿力学 在宏观这个领域 是被检验 是正确的 因此 人们也坚信 牛顿力学 是正确的 这样来我们就相信 力学的相信原理 还有加利率变换 是对的 那么 麦克斯维方程组 就只能对于 特殊的参照系成立 那么这种特殊的参照系 是什么呢 人们认为 就是以太参照系 所谓以太 人们认为 它是一种特殊的美食 我们知道 机械波 它的传播 是靠弹性美质来传播的 那么人们也认为 电磁震荡的传播 也是靠美质 那么这种美质 就被称为以太 所以以太参照系 就是一种特殊的参照系 是一种绝对的参照系 那么到底 有没有以太呢 如果有以太的话 那我们地球在运动 那就会感觉到以太风 那现在 麦克尔去莫里实验 他所要检验的 就是地球相对以太运动 我们知道 根据 加利列相对性原理 我们 在任何一个参照系 来做实验 那么力学规律都一样 因此 我们 在任何一个参照系的运动 都不可能检测到 这个参照系的 本身的速度 这样来我们可以把目光移下 电磁学实验 现在是光学实验 在讲这个实验之前 我们先讲一下 麦克尔去甘射仪 同学们看屏幕 M2 是一个反射镜 M1也是一个反射镜 这个是一个反射镜 这是一个补偿 P M1 这是一个光闭 P M2 又是一个光闭 这S 是单色光源 这个地位置 是望远镜 麦克尔去甘射仪的 原理是这样 由S 发出单色光 光速呢 到这个半度镜 在半度镜的 下表面上 由一速分成两速 一速反射 到M2 然后由M2 反射回来 又透过半度镜 到达望远镜 这是一速光线 第二速 先是 透过半度镜 过来 到达了M1 由M1 反射 又回到了 半度镜 最后被反射 到望远镜 这样两速光 是满足相干条件的 如果 相干加强 我们就会看到明文 如果 相干 相消 我们就会观察到暗门 那如果 这个光层差 发生变化 我们会观察到 条文的移动 这就是 它的基本原理 现在实验是这样 P M1B 是沿着地球公转 方向放置的 地球公转的速度 是U PM2B 是垂直于 PM1B 在我们这实验中 L1 等于L2 等于L